我沒水 我沾到這裏都沒水了 天母停水超過20個小時 沒水可用 誇張的是北水緊急開設取水站 供民眾取水 但距離最近的士林取水站 足足有7.2公里 開車來回起碼要半小時起跳 天母居民罵翻了 日常生活都很困難 人洗過連刷過牙都沒有辦法 沒有洗過 但是沒有洗 所以沒洗 擔心沒水可用 民眾嚇壞 緊急到超商買了4瓶桶裝水應急 賣賞更擠滿搶水民眾 上次大概6通 因為我們家人還算 應該也算少 可是大家很會喝水 這附近有三個供水站 去看了都沒有看到 有供水站的人在那邊服務 或者是去取水的狀況 最早開始停水的天母 只有一個取水站 沒缺水的內湖地區 卻提供三個取水站 資源分配差很大 開放取水站供民眾取水 9點不到就有10多位李明 提著25公升大水桶來取水 只是28號傍晚5點 市民就陸續沒水可用 直到29號早上10點 取水站才全部開設完畢 足足慢了17小時 1999熱線被打爆 28號晚間兩小時 湧進超過3000通 申訴電話比平日暴增14倍 沒在第一時間供水 缺水的地方沒取水站 難怪IP新版SOP 取水配套亂的套 記者文凱旋 張曼蓉 台北報導